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哥 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没有在工作室里面录 为什么呢? Insta360找到我们 希望给他们的相机拍一个Vlog之类的 介绍他们的相机 所以我们只好大热天的 跑到南京的紫禁山这边到户外 给大家来录一些Vlog吧 就通过Vlog给大家展示展示 我们南京的风光 也演示一下Insta360的一些玩法 我们先爬山 我们上站之前先买点水 我们一上来居然还有一个卖水的 我看了看水价也没有贵的离谱 三块钱一瓶可以接受 它居然还支持支付宝 三块钱还不是很贵 居然好像还 还算可以 因为正常这种旅游经典 起码要卖到五块钱一瓶 居然还是冰的 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是刚开始还是快爬完了 刚开始还没有爬呢 断碰量断量身体 我也不知道 好像400多米 我也不知道 400多米 像400米吧 它这里还有锁道吗 对 好有锁道 从三角有得做吗 对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锁道 这就不用爬了 大乐天 对吧 我们主要是拍东西 对吧 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 锁道就锁道锁道锁道 200块钱 我记得我上一次做锁道 好像是我有个亲戚在天文台工作 然后我领上去做了一圈 好像对吧 好像亲戚领上去的 连锁道的票都没有买 地宝城站 也还好 哇你看这边 这边就要走进来的就要5块钱一瓶 硬生生的涨了40% 可怕 生意真好做 哇以前的锁道 我觉得就是那种 就是人坐的 那种没有再自动护栏的 就是一个座位 现在现在都有这种 好像就没有以前那种 那种感觉了 哇这小风吹的还不错啊 我们就云爬山一次对吧 我觉得就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 哇这样就一下省了很多力气了 一块还是不错的 说实话做这个还是有点心慌慌的 怕是吗 你要想以前那种对吧 就是连个这个空间都没有 以前那个真的是要胆子大了才能错 嗯 真的啊 好吧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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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说也算到了这顶上了 还有韩语日语中文英语 其实最高的应该是什么 应该站在那个小白算是南京的最高 哈哈哈 哇太近单了 这个山顶上居然有一家肯德基 本来搞得我感觉不吃一下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哇居然还有WiFi 看着似乎也不贵啊 来两个那个 二两口就得把套餐 对 放了两瓶大杯可乐 我感觉啊这个地方的KFC啊比机场都便宜 我觉得是 甚至比火车站都便宜 比南京站便宜 对南京站便宜 那上面什么太贵了 上面我觉得还挺精致的 还挺那个对吧 那山顶上搞搞弄弄 还不错啊这个 也不算很 这个正常价格感觉 应该是正常价格 37 一个宝一个翅 他没有把贵个贵个银接受的 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件灾难性的事 可乐堡了 可乐堡了 分的一半就是 真的 山感觉特别好吃 按说我们应该爬山上来 要吃个休息一下子 对我们云爬山对吧 就 坐所到不知道怎么也吃完就累了 其实主要是里面都是小朋友 咋不一直都站满 我关键 不热真的不热 不热真的不热 不热 我们这次拍摄是用的Insta360 它这个全景相机在那里 就是感受感受 这个全景相机 跟普通的这种相机 有什么区别 那平时做做什么手机啊 PC的评测 对吧 在摄影棚里面吹吹空调就行了 这种做相机的 哇得打热天的 打热天的出来 做所到 哇好热真的好热 真香 嗯 为什么那边有两个垃圾桶 这你就不知道吧 南京 南京吃到也要是进行垃圾分类的 事先做好 对吧 到时候拉四个分类 垃圾桶直接 就不用再弄了 那直接贴四个就可以了 叫未雨绸缪 我信了 那今天我们也是体验了一把南京最高的餐厅 也是感谢Insta360提供了这次的拍摄设备 那如果大家还想看一些南京的别的风景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下次我们就带大家去看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点赞收藏素质三连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那如果你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南京最高的地方 在吃肯能鸡 也不贵 那你要在南京那个紫峰大厦同样高度地方 还不能不是同样高度 因为那个高度那边是那个真挫子了 比如说矮的地方 那个地方吃的话 那个就贵的一笔了 好吧 所以还是在紫荫山吃这个肯能鸡 还挺爽的 南京的话 别忘了来感受到南京的紫荫山 对吧 就是300多还是400多的高度 来吃一顿30多的淘餐 还是挺划算的